大家好,欢迎来到扬州边的哲学家故事系列 在所有的哲学家里,如果要选出一位最让人一言难尽 却有非说不可的人物,那这个人非黑格尔莫属 在哲学界他虽然成名较晚,而且一开始是以学弟谢林的追随者出道 但在40岁后他身遇日龙,在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的19世纪末期 在欧洲和英美各国,几乎所有的一流的学院哲学家都是黑格尔派 在各所大学的哲学课堂上,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几乎占据了所有讲台 然而仅仅三四十年后,其影响迅速崩塌 尤其到了二战之后,黑格尔在西方哲学界的影响几乎降至冰点 有个一代哲学巨匠黑格尔的除了批评与反思,似乎就只剩下一望了 这期间,业界大佬对黑格尔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骂他骂得最客观全面的是波普尔 他说,黑格尔是一个把自己的空虚隐藏在自大和卑贱的风格之后的骗子 是现代极权主义之父 说黑格尔的故事告诉了世人一个粗鲁愚蠢之人 如何轻易地成为历史的开创者 骂黑格尔骂得最委婉的是绅士罗素 他说,据我个人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 而骂得最刻薄阴损的是那位一生并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哲学著作 却被称为哲学家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斯 他早期曾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 所以他一边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 一边宣称黑格尔已经被德国的知识界像对待死狗一样的抛弃 无论在后世赋予黑格尔的褒贬荣辱中 你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 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哲学体系 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 代表了由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巅峰 是西方2000年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 如亚里士多德、慈宾诺沙一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就连全面否定黑格尔的罗素也不得不承认说 因为他是某种哲学最好的代表人物 这种哲学在旁人就没有那么一贯那么无所不包 所以他仍然保持着不单是历史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1770年德国还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这一年在德国诞生了两位后来影响世界的名人 一位是12月在波恩出生的贝多芬 而另一位则是比贝多芬大四个月 在斯图加德出生的黑格尔 中产家庭出生的黑格尔 父亲是当地数据局的一位书记官 虽然从小喜欢读书 成绩优异的黑格尔 却因为循规蹈矩 老实安分的性格 在同学和老实眼中 并没有显现出大哲学家那种 从小便有的天才少年的气象 反而是给人一种平庸的印象 木讷谨慎却又十分勤奋的小黑格尔 有点像金庸笔下那个默默努力的笨小孩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小孩将来能成大器 坐不动一下 好像个木头一样哦 但和从小不畏强权 连沉寂思汗都照怼不误的郭靖不同的是 童年的黑格尔 早早就表现出一种最强势人物的崇拜 在他中学毕业的演讲中 他在圣赞自己的家乡 斯图亚特在所有方面都比土耳其好的同时 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统治斯图亚特的公爵 并大肆恭维 这种功力势快的比苏之气伴随了黑格尔的一生 在他日后的言谈 著作和思想中多有体现 1788年10月 获得公爵奖金的黑格尔 进入图兵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 在这五年的学院生活中 他得到了一个老头的绰号 和两位后来都大放异彩的同窗好友 他们三人被人并称为图兵根三剑客 其中和黑格尔童年的赫尔德林 后来成为了德国著名诗人 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 在以后介绍海德格尔的视频中会详细讲解 另一位比黑格尔小五岁的谢林 是位不折不扣的天才小子 后来成为了一位大哲学家 也是黑格尔哲学之路的引路人 在下一集视频中会专门介绍 大二十日法国大革命爆发 深受鼓舞的青年黑格尔 在纪念册上写下 反对暴君自由万岁的口号 还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自由之树 探望着能用法国的自由之火 点燃专制的德国 大学毕业后 黑格尔不想当牧师 而是在瑞士波尔尼的一个贵族家庭 当起了家教 主人家里大量的哲学书籍 充实了黑格尔的休闲时光 尤其是康德的著作 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三十岁时 黑格尔继承了来自父亲的一小笔遗产 在施迪谢林的帮助下 在耶娜大学捐了一个不拿薪水的讲师工作 当时的耶娜是德国的精神与文化中心 而谢林更是当时德国哲学界的顶流 和费希特并列成为哲坛两颗最闪亮的星星 黑格尔和谢林住在一起 还一起在夜宇时间编写了哲学评论杂志 在对一代宗师康德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批评上 谢林和费希特各持己见 针锋相对 很快黑格尔出版了专著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 来帮师弟谢林站台 当然黑格尔也不是完全照搬谢林的哲学观点 在这部著作中 他确立了以绝对为立场 来超越费希特的知识学 和谢林的自然哲学道路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 两位同门好友不久便分道扬镳 谢林离开了耶娜 而黑格尔在耶娜大学的讲师生涯 也并不成功 第一学期只有11个学生来听他的课 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0几人 而且这期间发生了普法战争 法国士兵洗劫了黑格尔本不富裕的家 在逃往奈明营的路上 他看到了拿破仑 虽然拿破仑击败了他的祖国 法军抢劫了他的财物 在亲眼见到如日中天的征服者时 黑格尔依旧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和仰慕之情说 我看见拿破仑皇帝 这个世界精神在寻世痊愈 他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 在法国人离开后出版 这给他带来了一些收入 也标志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诞生 37岁时 黑格尔离开耶娜 后来去纽伦堡一所 总共只有30名学生的中学 当了8年校长 41岁时 黑格尔觉得自己该结婚了 他获得了玛丽·冯图赫尔的芳心 这位小姐比他小20岁 出生于纽伦堡市家 虽然当时的黑校长 在哲学界已享有圣名 但未来岳父却看不上他中学校长的身份 反对这门情事 直到黑格尔的一位好朋友 设法让这位势力的未来岳父相信 他不久之后将去一所大学当教授 轻视才得以办成 他们的婚姻生活 平淡而幸福地持续了20年 直到黑格尔去世 1816年 46岁的黑格尔 在自降薪酬的情况下 才终于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的郑教授 开始讲授他的哲学科学全书 1818年 黑格尔接受了柏林大学的邀请 前往柏林任教 开始了他人生最后 也是最辉煌的 13年巅峰生涯 1829年 他成为了柏林大学的校长 他的弟子遍布德国朝野 他的哲学成为了普鲁士的官方哲学 1831年 霍乱在柏林流行 他哲学上的敌人舒奔华 迅速离开去了意大利 而爱国的黑格尔 留了下来 不幸染疫 于11月14日去世 这一天也正是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莱布尼茨去世 115年的纪念日 而黑格尔 这位世界上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最后留下的遗言是 只有一个人理解我 不 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 黑格尔的遗言应该是他说过的最没有争议的话了 因为确实 这世上后来没有敢说自己完全真正理解了黑格尔 就算有人敢这么说 也注定不会得到承认 而这一切都源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灵魂 辩证法 辩证法的概念源于希腊文 原因是对话 是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 用意通过辩论的方式寻求真理的方法 但黑格尔的辩证法 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截然不同 它指的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推动自身发展的规则和过程 规则就是以事物内在的矛盾对立为动力 自我驱动向前发展 而过程则是被称为正反核的 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 在黑格尔看来 所有事物都包含了多种矛盾对立属性的统一体 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 使得事物在对自我否定的过程中 保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后 向更高的阶段过渡 黑格尔以花蕾消失后成长为花 之后花消失结束了果为例来描述事物正反核的发展历程 说明了事物永远处在一个自我实现的运动变化之中 在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下 宇宙界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历史 每一个民族 每一种知识 每一种思想 都成为了实体和主体合而为一的统一体 而每一个统一体都遵循着辩证逻辑向前发展自我实现 这涵盖了万事万物的每一个统一体 又共同构成了一个被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的精神实体 绝对精神是万物最初的原因 也是最终的归宿 而万物存在的过程则是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过程 通过从精神现象学开始 以及紧随其后的逻辑学 哲学全书 法哲学原理等一系列著作 黑格尔打造了古典哲学的又一座高峰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 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险华山 那黑格尔就是横看成岭侧尘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 虽然都是五位级景区 但要真正理解黑格尔 必须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 如果只是从其中某一剧某一篇 甚至某一部著作来判断 都容易对黑格尔的哲学产生误解 甚至曲解 因为在黑格尔对自己哲学思想的辩证 和阐述过程中 也无处不体现着他的辩证法 充满了矛盾对立和自我否定 因此在1831年黑格尔刚去世 他的接生者们就立刻出现了观点 截然相反的左翼黑格尔派和右翼黑格尔派 左翼认为黑格尔支持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 而右翼认为黑格尔支持的是绝对君主制 他们各自引用的都是黑主心语录 护上耳光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出现 由于他的哲学思想无所不包 所以这种两边都手持黑宝树护的情况 存在于他的所有哲学中 于是如果对读过黑格尔的不同人群的表述加以综合 黑格尔既是浪漫主义的支持者 也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 他既是维护基督教的哲学家 也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他既是康德理念的守护者 也是最成功的康德反对者 以至于有人哀叹 如果说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万个黑格尔 其实黑格尔虽然难懂 但并非像康德的物字体一样不可知 读懂黑格尔的关键是 在真正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 跳出黑格尔 把他所有的言论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 用黑格尔亲手打造的这把辩证法钥匙 才能打开黑格尔思想的大门 不幸的是在翻遍黑格尔的所有作品后 你也找不到他老人家亲自为辩证法所下的完整定义 而且辩证法一词古以有之 属于就此新用 再加上后来的马克思等人 又在这桶本不清澈的水中 又蒙搅了一通 传到中文世界 就跨界被扭曲成了一根杠精钟爱的抬杠神器 在你想讨论是非对错时 杠精们总能像掌握了宇宙真理一样甩出神器告诉你 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吗 要有辩证思维 此神器一出 纵有千言万语的你 除了无语凝艳 就只能仰天长叹了 真正理解了黑格尔之后 就会明白波普尔称他为极权主义之父 并没有冤枉他 把世间万物的存在和发展 看作一个整体 一个为了实现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整体 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全部 在这种宏大背景的叙事下 国家 集体 民族乃至历史 都被黑格尔以人化 被添加了本来并不存在的意识 而真正有意识的人类 在作为能力挽狂乱的强者时 被黑格尔视为绝对精神的化身 在作为只能随波逐流的弱者时 他们的好物与悲喜 却被黑格尔视作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 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 当仁不让的牺牲曲 他认为社会起源于 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 而冲突的目的 是为了让其中一人成为主人 另一个人成为奴隶 历史就在这种冲突中前进 社会也就永久地分为 奴隶和主人两个阶级 到黑格尔所处的时代 世界精神早已从东方转移到西方 在西方又已经逐步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一直到今天的德国 德意志精神成为了新世界精神 成为了绝对精神的全球总代 于是海德格尔 马克思 尼采等后来者 纷纷从黑格尔的庞大体系中 拿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原料 在作以个人独特的调料后 英雄主义 国家主义 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 纷纷出炉 深刻演绎黑格尔 个体必须理解国家 不是因为他们而存在 但是个体的出现 却是为了国家 这一哲学思想 由此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而最惨的一幕还尚未结束 所写的是 剧情似乎已推进到了终局 黑格尔没有来过中国 他所处的时代 中国正处于清朝统治的晚期 基于他的西方中心主义 德意志民族至上的思想 他对中国、印度和波斯 几个东方古国都加以抨击 这并不让人意外 他说中国没有历史 只有轮回 在中国只有皇帝这个实体 才有价值 而且非常恼乎 这个普遍意志 意志皇帝 直接对每个人应该做的事 发出命令 个人公顺服从 中国人都缺少自己的独立人格 以撒谎文明 朋友欺诈朋友 假如欺诈被发现 双方都不觉得奇怪 都不觉得可耻 他说孔子的儒家思想 只是一些生活中的道德真言 并没有哲学的成分 中国人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 但凡是精神层面的一切 都离他们很远 虽然是仅凭一些文献书籍 而且是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情况下 黑格尔对未曾谋面的中国 给出了这些结论 而我却认为 这恰恰证明了黑格尔作为一名 大师的洞见之深刻 他的结论确实适用于当时 以及之前的中国 唯一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地方 应该是他认为中国的历史 不会进步 只会轮回 也就是原地踏步这一点 如果他有幸通过一些信息渠道 了解到今天的中国 也不用真的来 他应该会发现 这个民族并没有原地踏步 而是在退步 由于黑格尔的思想 带给世界的一些已知的后果 在今天的西方哲学界 忽略它已经成为了日常 而骂它则成为了时尚 但我想表达的 仍然是一份对这位哲学大家的尊敬 虽然除了他对中国所下的结论 我不同意他的所有其他的思想 但思想本身是无罪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真诚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 即使这种思想错到极致 只有那些打着这些思想的旗帜 对他人和社会实施了伤害行为的人 才是罪人 黑格尔所创建的无所不包 却有独树一帜的庞大哲学体系 足以让他成为哲学史上 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峰 虽然他留给人类的更多的是反思和警醒 但也足以获得后世的景仰 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宣布 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 这是一个进步 因为至少在这件事上 他们不会再说假话了 失业的杨州边来到1830年的柏林 找到那位意气风发的大学校长谨慎地问道 尊敬的黑格尔先生 请问您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校长表情严肃地回答 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 因为无知者将要面对的 将完全是世界的黑暗 哲学是无聊的 哲学家的灵魂却是有趣的 哲学家故事系列将给您带来 新颖另类的哲学观点 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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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